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尔哥 很多朋友们都爱吃虎皮尖椒 今天邱尔哥也带我做一道 虎皮尖椒的升级版 首先咱们准备 一点这个螺丝椒 也有的地方管这种辣椒叫褶皱 褶皱比较多嘛离了吧你写的 咱们把辣椒先切成长段 都切这么长 再把辣椒 对半分开 中间切到一分两半 然后把这辣椒籽去掉不要 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辣椒放到盐水里边 浸泡一会儿 这样咱们一会儿酿馅的时候 它吸附的更牢固 准备点大青虾盐 把青虾盐先开背 把它的虾线去掉不要 这虾线不能使用 然后把这个虾盐 用刀拍碎 这样刀剁一剁 把虾肉筋骨斩断 斩出焦性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 看一看朋友们 然后把这虾肉先放到玻璃碗里边 然后咱们再剁点肉末 剁的粗细跟虾仁一样 然后跟虾肉放在一起 然后再切点姜末 姜末一定要切得碎一点啊 好 放到碗里边 胡椒粉放两克去腥蒸香 鸡精三克蒸鲜提味 青盐两克调底味 海鲜酱油加8克蒸鲜 料酒 7克去腥 再放入三克蚝油 蒸鲜提味 玉米淀粉 放入三克左右 然后把肉馅搅拌均匀 把调味料都搅拌融化 将虾肉和肉馅充分的融为一体 看见了吗 虾肉和肉馅充分的融为一体了 这样咱们百花馅就调好了 咱们辣椒泡水泡了能有10分钟左右 然后咱们把辣椒酿 酿馅之前 辣椒里边 咱们放一点 土豆淀粉 也就是我们厨制行业里边所说的生粉 这样肉馅 它会吸附的更牢固 它不容易脱落 这样就可以啊 酿上一层 先放到盘子里边 辣椒里边咱们抹一点点的土豆淀粉 然后里边酿上这个 咱们调好的这个百花馅 边上咱们用手给它 抿一下 这样呢它不容易脱落 这种种它就可以 然后咱们再切点陈皮沫 如果家里边没有陈皮啊 用鲜的橘子皮也可以啊 但橘子皮一定要用盐来搓一搓 去掉它的色味 这陈皮啊非常提味朋友们啊 再剁一剁啊 要把这个陈皮剁的碎碎的啊 能吃出它的味道 但是您不能看见它 把陈皮剁成这种小碎沫 先放到盆里边备用 大蒜准备四半 用刀拍裂 切一刀 跟陈皮放在一起 再切点姜沫 羊姜豆豉 再放入两克 把锅提前溜透 放一点点底油 然后把咱们酿好的尖椒 放入里边 肉馅朝上啊 一个挨个 咱们马到锅里边 咱们煎制的时候啊 大勺要时不时的晃动晃动位置啊 让食材受热均匀 这样呢它成熟的都一样 时不时的晃动晃动大勺 好 咱们煎制的时候一定要小火煎啊 不能开大火 肉馅的下边呢 已经煎制两分钟左右了 咱们把肉馅翻个面 把真椒都给煎成那种虎皮的状态了 这也虎皮转嫩嫩嫩的朋友们 把真椒全部翻过来之后 咱们还是按照 之前的方法 不停的变换大勺的位置 让下边的肉馅 受热均匀 待会看一看啊 肉馅朝下呢也煎制了将近小两分钟 现在都煎成这种金黄色了 大家也小苦感 这种状态就OK了啊 看见了吗 肉馅它也不脱落 全部煎成那种金黄色了 咱们把真椒倒出控油 锅里边少留一点底油 把咱们准备好的料头放入锅里边 把陈皮的香味和豆豉的香味一定要爆出来啊 保持小火炒至二三十秒左右就可以 现在陈皮的香味和齿香味啊 营养物里边都是香味的 然后咱们放入金椒 哎 顺锅边烹点海鲜酱油 简单翻炒两下 料酒 顺锅边烹入八克 蒸香去腥提味 蚝油放五克蒸鲜提味 顺锅边烹入三克陈醋 然后加入一勺清水 咱们煎椒要稍微微一会儿啊 这样更入味 鸡精放两克蒸鲜提味 白糖两克提鲜合味 胡椒粉一克去腥蒸香 哎 鲸芽那咱们不需要放啊 因为药馅里面有底烤 再加上咱们放的酱油和蚝油 它咸味就够了 你再放鲸芽这菜就咸了 淋出我之前咱们勾点薄芡 这样味道更饱满 然后淋点香油 增加菜品的亮度和香味 头盘 水 you give me a bit lighter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igh and drive oh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家长给邱儿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账 在这里边想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